歡迎收看 切一塊 切半斤的手 這麼熟 差好多 這樣就這麼熟 你們是半斤的看得太過分了 雞翅分三部位 尾翼中段小棒腿 他是把肉跟骨頭完全分開 對 歡迎收看小明星大跟班 歡迎各位朋友出外 上面還有 不是 自己愛我們的家裡 大根媽 大根媽 大家好 台灣代表… 大根媽現在已經是網路新寵 是 她就是要飛 比大根還紅 好… 下面一位是我們的琪媽 琪媽 後面還有一期 記得 後面還有康美玉小姐 歡迎 阿翠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王巡女士 你好 他們幾位穿婆媽團 是 她們非常重要 對 我怎麼說呢 因為今天其實在網路上 有一句話叫做 也就是說這些其貌不養 或是說好像就是一般人而已 但是她一定有一個 非常厲害的地方會嚇死你 嚇死我們 有這麼厲害嗎 真的啦 你們外面閱歷這麼多 像子儀也有做外節目 對… 然後阿諾也有嘛 對不對 你們外景看了那麼多 有那種民間的高手嗎 真的讓你覺得太厲害了 就是讓我自己稱目結的時候是 稱目結的時候是在大陸 在中國的時候然後我遇到一個 可是因為我先在台灣的時候 遇到一個阿嬤 我覺得她很厲害 就是削那個鳳梨 她削鳳梨大概不用4秒吧 就一顆削完 而且是全部都切好 真的假的啦 她是先全部這樣 先把頭殺掉以後這樣挖一圈 衝… 就切好了 已經可以成牌了 太厲害了 那一次讓我最害怕的是 我自己還有親身體驗 因為那個大哥是 他是做…他是工人 然後那個時候是拿 我們拿電鑽嘛 他說他自己有練那個 金鐘罩鐵布山 那時候算了吧 搞笑 對 搞笑 然後我們就拿那個電鑽 去鑽他的身體 鑽不進去 怎麼可能 重點是我們先拿那個電鑽 先鑽那個地上的那個磁磚有沒有 一說 那個磁磚就裂開 破掉 然後最後一刻最可怕 而且要我拿電鑽 同一顆鑽頭同一個電鑽 鑽他的太陽鑽 我想說 我不會現在就辭掉這個主持 我不敢 因為我怕 你鑽下去如果真的出事的話 就糗了 沒有…那一種電鑽不講話 這好像那種 牙醫… 牙醫… 不一樣… 這個千萬不要學好不好 人家是江湖的術士的表演 對… 因為他可能是賣藥做什麼那一些 爸爸可以告訴你 他其實電鑽 有一種是旋轉式的 在一些情趣商品店都會賣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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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打的 另外一種是旋轉用的 鑽頭是可以 鑽進去這樣 對 有這兩種 所以你看見的那一種 應該是屬於那種 沒有 旋轉式 但是他的頭卻是平的 你用煎的話 直接浪的都可以進去了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他可以鑽磁磚 可是鑽不進他的太陽水 鑽不進的 好可怕 所以 我看到的沒那麼危險 我看到比較趣味性的 就是在中南部的夜市 是那個 有那個籃球九宮格 然後就是有三個… 對 遠 中 近這樣子 在夜市 在夜市那種 就他就這樣叫賣 叫大家要來玩 然後他就你知道他就拿一顆球 就講一講話他就往後丟 用網 然後往後丟 來…我來玩… 然後就後來 我沒有辦法學 他們真的太厲害 就一丟 進了 我想說 很厲害 剛好 對 碰巧 後來那個臉一轉過來才知道 是Curry Curry 穿一個臉就對了 應該是躲地摸 可是他有投兩球耶 兩球 他在丟球 我想說不相信 我說你再投一球 他在丟球 進了 我也有看過 我以前是看過那種 用刮鬍刀刮豬毛的 但那個都不夠 刮鬍刀刮豬毛 在市場裡面 在市場 可是他那都不夠快 我小時候在市場看過 他用那種夾翼毛的夾子 捏子 捏子 對 捏子 然後就有一個豬 在那邊 他會這樣 就把那豬毛包插快的耶 真的 那他是賣豬還是賣鑷子 賣豬 可是那這也是感覺很厲害 對啊 我真的有看過 手腳快 很厲害 很快 很厲害 他們鯊魚的也都很厲害 對… 全部撥完之後 剖開肚子全部弄完 洗乾淨就放上去 才會撞吧 在菲律賓我也看過 挑那個虱目魚刺的 因為虱目魚一隻有365根刺 對 大概不到一分鐘 一隻魚就挑完 然後他們就賣到美國 就真空包裝賣到美國 因為美國人不喜歡吃有隻魚刺 對 很厲害 而且很厲害 對 這個不夠快 我看過市場一個 他去魚嶺有多厲害你知道 多厲害… 大概1秒左右 1秒 1秒 整隻魚嶺是好的 但是一定要活的 死的沒有辦法 活的… 然後他就從裡面撈出來 然後他老闆就這樣 脫掉 到底是妳嗎 什麼啊 你說要是不可以就算了 奇怪耶 好 對不起…我吹一聲 脫掉 我看過最厲害是以為用嘴巴 他就可以剝橘子皮 用嘴巴 對… 是一隻豬公嗎 你老婆 想到一隻豬公 是你老婆 他講一句話我就馬上剝啦 對 沒有… 不只這樣 而且他老婆還能用腳泡牛奶 真的嗎 死鬼還是這樣 後來不去泡 賣個出來 揚粥牽腳 有沒有聽過 沒有 揚粥牽腳 我牽把你幫我弄 一進來我的媽 跟那個什麼雕刻師傅一樣 刀 痛… 每一把 非常之鋒利 那個刀片只要放上去 飄下來 遇到那個刀鋒 裂成兩片 他哪來直接就往我的腳這邊來了 當時越來越害怕 音樂越來越緊張 隨著 然後把… 一腳包就拿起來了 他竟然用刀片 直接用刀片這樣 就一個腳趾 一個腳趾 刷… 六個腳趾 一下子就弄了 六個腳趾 六個腳趾 不是六個 所以說這過程中有四隻 因為太短所以沒有削到 五個 是這個意思嗎 這腳趾好不見的 下來了 拿錯了 不是 沒有啦 我跟你講 十隻… 我那個十隻 十隻腳趾頭 我當時我從我的角度看腳趾頭 中起來了是不是 不是 因為每一隻都害怕到縮起來 那是十隻小母子啦 那個是人間傳奇 你們這一輩子當中 一定要找個機會 去給人家揚州牽腳 王巡女士 有個阿嬤 因為我小時候住三重嘛 那那個 一次可以剪五個人的頭髮 她就戴五個 然後一次 那髮型都一樣嗎 對啊 都一樣 都是男生 那都剃光頭 因為我們小時候 小時候那時候都要 有髮技嘛 然後就學生五個 然後一起剪 好快喔 對啊 一樣的長度 對… 那個頭還在嗎 因為那時候 我們年代都有那種髮技 對… 暑假過後就要檢查 然後那個阿嬤 一開學 一下就過去了 那個耳朵長 你比較低的頭髮 就會變得特別高 對… 對… 做好就開始剪 很厲害 來 今天民間高手來了好幾位 一起來看看咱們的第一位 YOU 好的 厲害了 一起來歡迎第一位翁士豪先生 YOU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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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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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基隆廟口 基隆廟口 我們常常去耶 我上次帶很多這個大陸的朋友 過去有看到我嗎 沒有 我看到的應該是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真的假的 比較常耶 他這一位民間傳說 真的是傳奇人物 對 其實他的家事上來 大家一看也就知道了嘛 削蘋果 你說削蘋果是能有什麼稀奇的 我們媽媽常常都在削蘋果 給小孩吃 很厲害耶 有沒有哪一位覺得自己削蘋果 我感覺 我這裡也有卡蘋果 其實已經算很順了吧 對啊 來 誰要來 先來試試看 有沒有哪一位覺得說 我削蘋果特同的 覺得我很厲害 來…雅蘭 我會做菜 削蘋果算是家事 他怕我贏過他 真的 來 雅蘭這邊 來囉… 妳是用卡蘋嘛 小心… 小心手 那個嗜好有交代 不要流血了 很利喔 我好厲害的 不用擔心 真的假的 閉眼睛 厲害… 預備 計時 開始 手指頭啦 媽媽 快點 我要吃蘋果 小心… 小心… 下課了 好餓 手指頭 沒有…避開了 這已經算很快了 算很快 而且燒得很好耶 只是要收拾善後 都沒有燒到果肉耶 16秒 很快耶 很快 快… 很快喔 要不要再挑戰看看 手指頭可能會不在耶 好 來 請嗎… 請嗎 妳下一個奔告妳特動的啦 計時開始 不同接法 先把那個頭 這一顆好像有點摔到 有點瘀青喔 經過有點受傷 A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那修好的可以拿來吃嗎 已經算很厲害了 幾秒… 18 沒有 它比較不圓啦 你看 幾顆 這個形狀 這顆比較長 妳相信這個年輕 有辦法比妳會削皮嗎 而且是年輕的帥哥 對啊 男生不會作家 沒有可能的 沒有可能是不是 好 來 媽媽 是 她先回位子休息 我們來看一下 哪裡賣的是 刀還是蘋果 我是賣果汁的 賣果汁 賣果汁喔 賣果汁客人 給蘋果汁的機率高嗎 以前比較少啦 但是自從節目有報導過後 我就變多了 你可以切水果 切到節目有報導你喔 有沒有消錯過 消…比如說這個因為 歐朝秒數削蘋果 嚇壞全場所有人 預備 沒有垃圾 沒有垃圾 我用一般的速度 一般的速度 她先一般速度 先一般 好 預備 開始 什麼天啊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好可怕 這只是一般的速度嗎 一般的速度 來 11秒 11秒 好可怕 很好 有沒有錯過 比如說這個 太多 雞蛋會長毛 雞蛋長到滿滿的耶 真的滿好的耶 對 也是皮蛋 是不是 直接來看它好不好 對 趕快來下下大家 預備 沒有垃圾 我用一般的速度 一般的速度 他先一般速度 好 預備 開始 什麼天啊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好可怕 這只是一般的速度嗎 一般的速度 11秒 太厲害了 活生生贏你們5秒而已對不對 但這只是一般耶 一般是一般喔 手術手套已經拿出來了 怎麼手受傷了是不是 會不會削到手啊 有沒有削過 有啊 我手這邊 見過 對 就因為削這個蘋果 一個小時 鳳梨刀那是更大的啦 一個小時削140顆鳳梨 為什麼不慢慢削啊 他就人家陌生衣啊 基隆烈是生理有夠好的對不對 但是講真心話 這個四豪這算年輕人 還願意做上工作行不簡單 好緊張 對不對 這很實在嘛 對不對 對… 像有些那個藝人又不紅 硬要在演藝圈裡面 那個真的要捲捲到 什麼啦 憲哥 你幹嘛是看我啊 憲哥 不是 我們來看看五顆 削好 切好 好緊張 剛好退一步 好 退一步 來…預備 計時 五顆嗎 五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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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五顆削好 切好 預備 刀削麵在下鍋的那種感覺 他戴手套是防滑 所以蘋果就不會溜走 對 是防滑 可是那個動作太快了 他的手好像機器一樣在做 跟機器沒什麼兩樣 對啊 看這迷人的手勁 我想連時間都被你吸引住了吧 而到底號稱秒數 削蘋果的達人功勢好 最後會花多少時間完成呢 已經看出他的速度 他剛剛削皮剛好五顆是55秒 所以他是一樣一顆11秒 好厲害 已經變化到一個地步 他可以這樣子 機器人 切完了… 擺盤… 沒事… 老闆真的是 我覺得很帥耶 對 這個時候我男人魅力跑出來了 真的好帥喔 就是又會做家事的感覺 對 然後速度又快 又不拖泥帶水 真的 好有魅力喔 對 好加分喔 楊燕姐 昌明哥在家會切蘋果嗎 完全不會 他不進廚房的 他不進廚房 他不進廚房的 對 你看他做家事應該覺得 好帥 對吧 好帥喔 真的 好帥喔 削完切完才兩分鐘左右 但是削皮的部分只用了50來 非常非常厲害 來…掌聲再給他鼓勵一下 好帥喔 基隆夜市適合不夜城 24小時都不從商家在營業 觀光客也是絡意不絕 因為這樣的時間壓力還有來客數量 讓他練就8秒削一顆蘋果的神速 因為以前是做廣告的 家裡需要幫忙 所以我們把廣告給吃掉 後來幫忙 打果子做到現在怕會死 到底為什麼翁是好 可以8秒削一顆蘋果呢 其中可是有訣竅的 果蔥的方法是疊到 就是每一把 你會疊到上一層的肚肉 所以你削起來的蘋果 會是圓的 而且它的皮會非常的高 翁士豪在尖峰時刻 一小時可能要賣到 將近100杯的果汁 租友單位拍攝當天 已經是晚上12點 翁士豪仍然以一分鐘 一杯的速度在賣果汁 為了應付川流不息的客人 他對旗下員工也是有所要求的 我在店裡就有定下一個規矩 如果削蘋果在寺廟裡面 或是跟我一樣快 就有5000塊的感覺 下次來到基隆夜市 歡迎大家來見識老闆的 快手絕技還有新鮮果汁 好的 一起來歡迎民間高手出場 又是一個帥哥 歡迎 黃小山 不好意思 他不叫黃小山 自我介紹 我叫三小黃 三小山 真的假的啦 為什麼叫三小黃 三小黃 是綽號 這是綽號 這是綽號 好記…至少 你是在哪裡 這一攤是你的是不是 我不是自己開的 這是借來的 他就是高手啊 他是高手 他就是射氣球的高手 他去賺娃娃的 空氣槍 對 空氣槍還有飛鏢 飛鏢也很厲害 對 你是什麼時候發覺說自己是個高手 就逛夜市 無聊逛夜市嘛 然後那時候剛流行 然後很多路人就會在那邊玩 他想說其實看起來也沒有很難 可是實際上看到路人在射 沒有一個是可以拿到獎品的 然後我就玩玩看 沒想到 有這個天分 對… 有這個天分 有寫在自己的簡歷上面 沒有… 直接來看看他 這個很難嗎 好啦 先讓你試試看好了啦 對啊 憲哥 你先試嘛 旋轉吧 底下的是簡單的就對了 對 然後打那個拔 然後你要告訴我要打哪裡啊 剛剛已經有生命的威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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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我要放你槍子 不是… 不要嚇人了 不要拿出啊 你的裙子太短了 你在做章我就拿你給閉了 沒有… 好危險喔 好危險喔 對 打槍子我不要推 就這樣 沒有…打這個比較簡單的嘛 硬的 對 藍色 幸運喔 紅色 紅色 你真的很會耶 好厲害喔 憲哥 陸君挑戰兵 身位仔套 好帥喔 以前陸君沒有在挑戰一下 謝謝來參加我們節目 他還沒這樣表演啊 他還沒 打槍嘛 旋轉 旋轉 旋轉的很厲害 旋轉 來…好 好 預備 開始 有進步… 民眾九顆的 有沒有誰要來試看看 阿諾大 來 妳幫我們裝填一下 阿諾來試試看喔 好 預備 開始 開始… 瞄準 瞄不到 十發喔 開始 開始 開始啦 怎麼瞄準啦 大開箱 送你一顆啦 開始 好 一直 他怎麼會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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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啊 沒有… 不用… 直接打就可以 不用扣 其實不錯啦 已經很厲害了 不要不知道 不能拿槍口對人 馬上關緊閉關到死 不是 不是你該死的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我們找一個婆婆媽媽 好喔 阿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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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妳就瞄固定的就可以了 試試看 怎麼樣… 怎麼了 他覺得憲哥看不起他 怎麼了 有殺氣 然後 戴反 戴 這麼厲害喔 他只是瞄得準 但找不到自己的位子跟槍 好… 預備 真的假的啦 開始 開始 有 太好了 阿諾 阿諾 他又反彈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 他算是百發百中啦 每一顆都彈回來 達到自己起來 有了 好厲害喔 人體放春彩結 勸金勸兩分毫無差 切一塊 切半斤的 這麼少 差好多 這樣就這麼少 差兩 剛好… 沒有… 妳在看她太過了 在裡面 真的是人體當中 一模一樣 太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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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點差都沒有耶 怎麼那麼厲害 姿余再考慮一下 太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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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示範給大家看耶 好啊…來… 加油… 沒事 放心… 放鬆 預備 開始 加油 有了 兩顆囉 三顆囉 四顆 四顆 他都要瞄準了 五顆 六顆 有了…感覺回來了 四顆 漂亮喔 三顆 謝謝 我們還好有一段輔助的精采影片 可以證明他的實力 網路紅人 來…一起來看看 接著我們來到的是台中的漢系夜市 身射手三小黃 平常就在這裡出沒 我們就來現場 看看他的射氣球神技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三小黃 對 這裡是我平常射氣球的地方 我射到 跟老闆平常我朋友 所以他剛剛我射免費 我今天要來教大家 怎麼射比較主 公司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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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拿 我們出去的時候 我手要伸直 瞬間一個力道出去 還沒補包點 到底三小黃技術有多強 我們就來測試看看 十發飛鏢他可以勝中幾發吧 不愧是身射手 隨手一射就伸中了九鏢 也因為這樣的神技 讓他每次射飛鏢 都可以換得好多玩偶 最後家裡真的是放不下 才接到孤兒院 如果下次在台中夜時看到三小黃 歡迎跟他挑戰看看喔 非常歡迎下一位民進高手 范秀莺 歡迎 好可愛喔 媽媽 小心 范秀莺女士 媽媽今年幾歲啦 71 71 妳說幾歲 71 71 那不出來耶 我搞 我還以為妳71年次的 不可以耶 不用不錯喔 這一看就知道菜市場裡面賣水餃 妳都是自己包怎麼樣 對 賣多久了 四十幾年 四十幾年 那妳的座上嘉賓一定有很多名人 對 有誰… 誰都吃妳誰 有啊 滿久也跟我們去店裡面 一些當市場 陳水扁也是啊 還有那個吳醫生爸爸 他每次幫我包 還幫妳包 對… 有藝人朋友的 有那個王祖賢去買過 王祖賢 王祖賢 還有那個鄧麗君 鄧麗君 她是最近這幾年還是 對 還有 比較好吃以外 對 因為做生意嘛 所以速度是很快 還好 還好 媽媽很客氣 來 媽媽有沒有會包水餃了 米瓜…來… 米瓜… 是包水餃就會打人 不是打人 她是包水餃打人 不是打人 她的幽默… 笑一下… 我們先看她包一個 來… 等等喔 等一下 預備 我有說開始才開始 一定要聽到開始才可以開始 預備 起 我有說開始嗎 沒有…沒有說開始 你有沒有說真的 再一次…預備 開始 這是包什麼水餃 很可愛喔 很遠 8秒鐘包一個角色 等一下… 她的水餃形狀也太奇怪了吧 你這隻水鳥你知道嗎 人家是要包到真正每一隻公公整整的 我們請范秀英女士來包一下好不好 我們給媽媽包10顆 好啊…這樣比較好適 就是說有客人來了 范媽媽 人家客人點10顆水餃啊 好 好 所以她現包 然後現那個 我幫你調整一下 對啊 那個絞肉好香喔 好香喔 在這邊都聞到味道 來 準備幫媽媽這個按一下 預備 開始 3秒 3秒 3秒1 3秒1關 兩隻手一直 好像機器包的樣 對 要下口腰 很厲害喔 沒關係 等一下下幾個水餃來吃 好香喔 它的豬肉餡裡面有放紅蔥頭 對 很香喔 很香 很香 而且每一顆大小都好高陣 對 7 8顆 現在才40秒 而且阿姨包的是那種圓球 這樣 圓筋餃子最好吃了 是圓寶狀 突然覺得很想哭 就覺得有家的味道 它每一顆都一樣大 時間到 51秒 50秒就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5秒… 一顆5秒 他以前 我跟你講 以前包10顆只要30秒 快一點 一顆3秒 20秒就可以 現在太慢了 因為兩個手都受傷 手受傷 都開刀再融融 10月病 不是… 我爸爸風災就撞到那個牆 拍不動 我大義師荆舟 我想我那麼胖吹不動 結果我吹到撞牆 整個人吹去撞牆 對 結果手受傷 很骨折 這樣就很快 這已經很厲害了吧 而且妳包這水餃好漂亮 好珍惜 我拿給大家看一下 來…寶貝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旁邊這三個都忽略 大小很一致 犯媽媽說 因為後面太冷了 對 妳怎麼不穿衣服呢 不是 我不知道 我想出來那麼熱 是… 現在有溫暖一點了嗎 有 有喔 比較冷 妳躲在 妳 真的 媽媽怎麼講話那麼溫暖 大家看到那個每一顆 就跟機器出來的 真的 像元寶 而且每一顆都一樣大 對 這種就是厲害 就厲害在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 客人到這邊 一看現場包 現場下 對 那個吃起來感覺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是有溫度的 是有溫度的 對… 在市政府賣 我們有在市政府嗎 市政府 對 你們可以去吃 我可以招待你 真的 謝謝… 再次謝謝范媽媽 謝謝 謝謝 來 范兄姨女士的水餃攤 位於台北市光復市場 平均每天要包上5000顆水餃的它 一開始 為什麼會投入這個辛苦的行業呢 我年輕的時候 就帶著兩個小孩來台北大冰 就開炸貨店 後來因為很多人開7000 炸貨店那個超市很大 我們就比不過人家 只好改行做水餃 我那個時候包水餃只一 我一顆水餃只要兩秒 現在我就因為颱風天受傷 所以就慢了 范兄姨女士靠著快手獲得 2010年市場節的包水餃冠軍 水餃好味道更是遠近馳名 鎮商名流都指明買她的水餃 像這個蝦全台灣只有一個 台南無毒百蝦 這個老闆也很有道德 所以我們就跟她買了很多年了 但女士的水餃之所以 如此受到歡迎 最終的原因就是用藥實在 下次有機會來到光復市場 別忘了來吃那 真理居也愛不吃口的水餃 好的 民間公司來囉 歡迎采傑 美女來著 歡迎… 真美耶 美女 香噴噴的美女 對 跟大家say hello一下 大家好 我是采傑 采傑 今天是我們幾位婆婆媽媽 跟藝人朋友 看到采傑的話 不要意外 在菜市場裡面 這樣的女孩子不得了 嫁人了沒 還沒 還沒 這個OK 給大哥… 很漂亮 媽媽 一個女孩子 願意在傳統市場裡面幫忙 這種娶回來當老婆就對了 真的… 對不對 吃得了苦 吃得了苦嘛 對不對 而且她賣的還是豬肉 對 很厲害耶 豬肉是最有味道的耶 在那個菜市場裡面 血 腥味什麼 而且女生很多怕豬油 對 可是通常賣豬肉都會是男生 因為他要切的時候要很有力道 對… 但他除了賣豬肉以外 他還有個很厲害的功能 切肉 切肉 然後直接放到襯上面 因為你不能切一塊以後 然後不夠又切一塊幹嘛 對… 對 要切得剛剛 人家買一塊肉 結果你剁完之後 跟肉罩一樣 對 很可愛 但賣相會不好 長得比Hebe還漂亮 對 有一點明星一點 有一點像 很像… 好可愛喔 只是我好好奇他 他原來做什麼的 原來在 原來在 有呀 林維勳手創蒙眼剪跡 夜市人稱盲見客 他自己首創一個 蒙眼剝鹹水機的辦法 還可以蒙眼嗎 對 一般的安全最重要好不好 要小心… 先剪雞翅 雞翅分三部位 尾翼中斷小棒腿 剪完了之後我們來剪大雞腿 家雞腿會分兩個部位 他是把肉跟骨頭 完全分開耶 天啊 解關掌 12秒耶 來… 原來要做什麼的 原本在銀行上班 摸錢摸一摸來摸豬肉 對啊 怎麼可能 妳這個很乖的女孩子 有男朋友嗎 現在 現在 有幾個… 哪一個啦 不是一個 一次一個 對 慢慢來 哪一個婆婆媽媽 論金論兩最厲害 沒有啦 我不行 我也不行 憲哥你最厲害啦 我不行 但我可以試試 我們都算台金還是公斤 台金啦 這也沒有公斤吧 台金 這也沒有公斤吧 什麼不夠一公斤 這一坨超過了 超過… 我在顧這個也不會輸太多了 我跟你講 真的假的 因為你都自己都站上體重計 這裡應該有兩公斤 兩公斤吧 應該兩三公斤 不止 接近三公斤 騎媽猜對了… 騎媽猜對了 騎媽 兩公斤半對不對 騎媽猜對了 什麼都好 兩公斤 兩公斤 兩公斤半 好 來… 先看看媽咪 好 來 大哥媽幫我們切一塊 切半斤 倒是要小心喔 半斤 半斤有一點難喔 這才也有一種老師在看學生 好 好 就這一塊是嗎 然後我也切一塊嗎 來 妳也切一塊 半斤 這麼少 差好多喔 這樣就有半斤了嗎 好 OK 大根媽 妳的半斤 拉去過半斤 太快了 我不會了解喔 過半斤 好 反正我肉多嘛 八 九 十 十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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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斤才八兩嘛 對不對 對 好 再來看看 好 再來看彩結的 這個好緊張 半斤喔 八兩 高 你們自己… 你們自己馬上太過分了 真的是人體幫忙 一模一樣 太強了吧 太強了吧 太強了 一點點 差都沒有耶 怎麼那麼厲害 子儀 再考慮一下 太強了 就厲害了 沒有 我非常欣賞彩結 剛剛就是摸了肉以後 又不會 不會怕說因為髒 然後不要擦 他剝頭髮什麼 他都很自然 他動作都很… 太厲害了 好厲害喔 妳自己講 切完之後告訴我們 這一塊大概幾兩 我覺得這個男… 你忙你的 但我覺得男生在餐廳 看到會很喜歡 對 而且只會買這一攤豬肉 對 沒有辦法想其他攤 因為餐廳大家都很吵 對 而且他切肉好有氣質 對 怎麼會 這是多少 我們沒有氣質 對 九兩或十兩吧 九或十兩 不行 妳要做 挑一個… 妳自己做一個決定 等一下 我們兩個人體棒 連妳都覺得很難 就九兩半吧 好…九兩半 九兩半 九兩…多了 半斤不八兩嘛 九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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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沒有 就她剛剛講是 九兩到九兩 到十兩 對不對 半斤是八兩嘛 對 再來九嘛 九點多嘛 九點多啊 好厲害喔 太厲害了 來…我們到豬肉攤 去看看她們做生意好了 好不好 來… 美女市場 位於台北市東門市場 就是採劫工作的地方 原本在銀行上班的她 為了年曼的雙親回豬肉攤幫忙 雖然現在她被視為人體棒稱 但剛接手的時候 可是沒這麼順利呢 一開始回安慰幫忙的時候 家裡不讓我碰刀子 因為她們覺得 你們碰刀子太危險了 後來我覺得這些工作 就是太簡單了 所以我就主動要求跟家裡說 就是其實 我可以開始慢慢練習 然後一開始當然就是切的時候 就是工夫可能比較不好 然後客人會比較嫌棄一點 切失敗了就是常要自己 只能帶回家自己吃 安慰要多少 別看彩杰外表柔弱 切豬肉架式卻一點也不輸給別人 她也因此被媒體封為豬肉稀施 甚至還被英國郵報報道揚名海外 其實我也沒有想過會被蘋果日報 還有英國都有報道這件事 我想可能是因為傳統行業 比較少年輕的女生做這件事情吧 彩杰坦言上了新聞之後 吸引許多人慕名而來 而她也擔心傳統市場漸漸失威 想幫嘉儀的豬肉攤轉型成為 網路經營模式 也祝福她的豬肉 闖出一片新天地喔 一起來歡迎民進高手 李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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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分鐘之內東西沒有到 那是不可能 真的 是不是這樣 你這個一天能賣多少 客人買就是一份是不是 這是半支 這個都是半支 一份就是半支這樣 你們覺得要把一隻雞去骨頭 整個完成這樣要多久 起碼要一分鐘吧 一分鐘不可能吧 一分鐘很快 五分鐘 對 三到五分鐘吧 五分鐘都已經算短的 對啊 對不對 即便你是用那個 用直接手下去撥都要撥很久… 可是他是用工具 而且他自己首創一個 蒙眼撥鹹水機的方法 還可以蒙眼 我現在不表演了 為什麼 因為我為了我剛出生的兒子這樣 所以不表演 為什麼為了兒子不表演呢 因為 因為 沒有 現在 如果在夜市裡面蒙眼 然後一蒙起來 機全部被搬走 然後就把他拿走 把他剪完了 什麼都沒了 你在那裡賣這個 一定有客人要求說 你蒙個眼表演一下 我就說 因為現在太多客人 所以不好意思 那你是播半支 半支的對不對 對…我們今天就是半支去骨 一般的玩 安全最重要好不好 但還是把他給帶行 要小心… 怎麼說 反正都要錄起來了 就是 他只會拿盤子而已 他還不會撿到 好可愛 就是我在一分鐘以內夢魘剪輯以外 究竟鹽水機芒劍客 還會帶來什麼樣驚人的演歌 就是我在一分鐘以內夢魘剪輯以外 我還要教大家如何認識機的部位 所以意思是我會一邊剪一邊講 好 好… 帶起來就準備 前面就這樣 憲哥 好 來 林威勳帶來的蒙眼 剝雞肉 開始 來 先剪雞翅 雞翅分三部位 尾翼中段小棒腿 小棒腿的部分 剪完了之後我們來剪大雞腿 家雞腿會分兩個部位 這個 這個是棒棒腿的部分 它是把肉跟骨頭完全分開耶 天啊 棒棒腿剪完之後呢 來 我們再來剪那個雞腿排 雞腿排呢 雞腿排就是平時我們在吃的 卡拉雞腿堡 對 再來雞胸的部分 我們平時在夜市買的那個雞排 就是這個部位 最後呢 最後我們就剪那個尾椎跟三角骨 對 快結束了 在這裡呼籲大家 支持台灣品牌 有空來台中風甲夜市吃鹹嘴雞 謝謝觀賞 來…可怕了 一分鐘就可以了 你看看 真的是每一片 清清楚楚的有沒有看到 只是有掉了兩三片在外面 問題是放不進碗裡 對 他真的有蒙眼 就放不進碗裡 真的是蒙眼 有沒有 這雞肉每一個起來這麼漂亮 很甘心耶 好好吃喔 要不要吃一個 好強喔 但是忘了調味 沒有… 你也調味一下 我們直接給大家吃一下 好…調味更好吃 沒有 憲哥 我覺得他真的是 小朋友生太久沒有蒙眼 因為我曾經看過他蒙眼 46秒加調味 他跑來點點我說 我其實還會蒙眼 你們想看嗎 好… 要不要看… 當然要看 很可愛耶 我要看… 撿蘇果耶 有蘋果 青椒還有小黃瓜 都可以是不是 也是蒙眼的是不是 可以… 好 來 來…直接來表演 但是蘋果我不會削皮 我可以去紙這樣 去紙啊 你有需要我們的削皮達人幫你削皮 對 旁邊只有削皮 那就看你表演囉 來 好 好 這一道菜叫 預備 把它削掉 計時開始 青椒耶 我也要小心喔… 真的要小心喔 太可怕了 這個 這甜椒水分很多 這甜椒水分很多 他還把那個心給弄掉 對 蘋果 蘋果也可以 它可以去核耶 它知道裡面的汁在哪耶 太厲害了吧 蘋果也能這樣切片 你現在要我們削皮達人 氣質嗎 他剛剛切蘋果切了一分多鐘 對啊 好厲害 它沒有去皮就對了 但就是直接這樣吃 小黃瓜… 小心… 現在好薄喔 完成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好強喔 真的 天多你親自在哪兒表演嗎 沒有 對不起 你是還是鹹水機嗎 因為太好吃 所以拿到香港發展就好 沒有 其實是 去香港發展是很辛苦的 坦白說 因為香港人是很挑嘴 而且他們不曉得什麼叫鹹水機 所以我去香港去做蒙眼剪輯 這個動作做一個噱頭 是… 這個危險動作 其實電視機前面小朋友不要學 對 前往不要學 叔叔是因為不要命 是因為不要命 是因為不要命 對 而且他剛剛特別講了說 台灣的鹹水機 把這個味道帶到香港 對 香港那個廣東菜 他們也是美食嘛 對… 好好加油 代表台灣隊好不好 根據統計 每年有超過一半的台灣人 會在台中逢甲夜市 買東西吃東西 而身處一級戰區的林維勳 要如何殺出一條血路呢 最初就是靠他的蒙眼剪輯絕機 我們假日忙的時候呢 都會大概剪得不到一百次機 那也因為這個蒙眼剪輯的技能 然後讓我們的生意也特別的好 在一起 除了蒙眼剪輯的絕機 林維勳的鹹水機 還有一罐獨門秘方 據說是他不眠不休 嘗試三百種配方才成功的 也因為這一罐獨門秘方 讓他在香港也開了四間分店喔 你現在還在想吃什麼嗎 趕快來逢甲夜市吃鹹水機就對了 今天要謝謝我們幾位來到他們現場 都讓我們好感動 對啊 而且每個都好厲害 他們好厲害 所以真的熟能生巧 大家都找到自己的專長就好了 謝謝所有來賓 謝謝 再次謝謝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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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